什么情况 我才半年没玩卡 卡油竟然抽了这么多 我没见过的新系列 白银版第一弹 老板和我说 里面的珍惜卡 就是OA加USR双千的 混合升级卡片 我天 我上网一查 结果一个比一个帅 果断买回了三盒 今天就一次摔个过瘾 先随便来一盒试试水 万一遇到一些 我不认识的卡种 也好提前上网查查 哦 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而且还有两包 有点星银星辰版的味道 这个钱感觉花的挺值的 看看第一包会抽到谁 我来个去 我这是拆了两包经典版吗 怎么什么都没有 好嘛 又来了一张SSR德凯奇迹型 这个暴力低 还是我脸黑 怎么感觉这么难呢 SSR的邪恶特利亚 SSR的德凯闪亮型 德凯强劲型 这SSR的全形态 都快被我给凑齐了呢 我去OSR 终于来了 高举光轮的罗布奥特曼 哇 双千还是渲闪的工艺 比OSR还帅 而且没想到是 采矿还是金沙的版本 怪不得老板推荐这白银版呢 颜值果然高 一下子就让我更有动力了 有好卡了 SSR就直接跳过了 我又看到了 OSR的耳机宝宝 艾克斯奥特曼 造型稍微普通了点 放好 继续拆 还有 油啊的白银卡 特利加复合型 我还以为又抽中了呢 最后一包 也是油啊的白银卡 永恒闪耀特利加 那看来一整盒里面 只有两张OSR的卡位 继续 看看剩下的两盒都会是谁 全都拿出来 抽不抽的盗物所为 架势一天要摆好 第一包 又按的人物机甲乌银达姆 又是怪兽白银打银啦 OSR 这么快就来了 让我看看是谁 手持终极战斗仪的贝利奥特曼 太帅了这落地的瞬间 继续 抽抽另一张藏在哪呢 重复的SSR 重复 又重复 还是重复的 哎 哎 藏在这里了 得开闪亮型的OSR卡 这也是它最经典的pose 说好 接着拆 我天 又来了一张我没见过的卡种 SVR的耐克斯斯成年形态 有点像镀银的黄金版卡片 后面也有全新的防伪标志 不错 我的收集色又有新成员加入了 剩下的这一包 不出意外的也是SSR 帅是真的帅 就是西游卡的数量有点少 这也填不满我的卡侧呀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盒呢 泽塔大大 自用欧气吧 拿出来 全都排好队 一个一个亮相 低猫 要他白银怪兽莫撒假 哎 小样 我又发现你了 SVR的 高骚的半月神形态 身后的造型 是精解技能满月光波的释放瞬间 真是好久都没有见到 比较帅的高斯卡片了 哎哎哎 来了 OSR的 终极闪耀赛罗 我天 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这一单里面 最难出的OSR卡 反派拖雷吉亚也出来凑热闹了 一副挑衅的小表情 UR的白金卡带拿闪亮型 最后一包 金杀 金杀 SSR 完美收官 看这一地的费卡和垃圾包装袋 一会儿悠悠的忙活了 不过 卡油的新系列还真是拆着过眼 全都是没进过的新卡种 拿出我刚买的收集册 全都安排上 太棒了 还差一点点 这一本就全集齐了 走 再一起玩几天逛逛 看看还有什么新笔卡片没拆过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